好事实上我们看到短短半年的时间 伊甸市可能再度易主 对此这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管中祥也说了 他说富邦金如果真的买下伊甸市 代表大富条款没有足够的强制性和法律的效力 三年管制时间一过照样是管不动 他还说政府对于掌握媒体经营者背后转投资 以及股东结构的透明度明显不足